皇上正在屋内歇息呢 给我吧 我进来了 不准 你敢抗旨不尊 起来将药喝了 叶谷主亲自熬的 东海一战大获全胜 楚衡父子也已经收押看管起来 你该觉得高兴才是 怎么反而脸色这么差 不想动 累 你是心里累 在看什么书 菩提心经 小锦听说你练过 特意带来给真的 有几行还专门用朱砂圈出来 当年不少人 基于菩提心经的功力 为此师父 便找秀才写了几十本 每本内容都不同 这功夫阴读 假的也不许你再看 如今东海战事已了 你打算何时 对付楚相那套 朕已经暗中调遣 大出海军 十日后出海南下 直攻飞灭兴周 说起来 瑶儿呢 东海一战 怎么也不见南师父 瑶儿 瑶儿 你怎么顿那小鬼这么好 师父去南海了 说是顾友 邀他前去南海仙山一聚 看上去有些迫不及待 当天就骑着驴出了王府 南师父近也有顾友 破孤还有烂盖配啊 这是什么话 你放心 师父走前说了 南阳决战前定会回来 瑶儿应当还在西南府中 你若想他了 我便书信一封 喊他来就是了 全都力量了 瑶儿还小 你要多护着他 知道了 知道了 进香文学城 与孝兰山原作 瑶儿FM 北斗企鹅工作室 联合出品 广播剧 帝王攻略 第二季 第八期 将士们 南海一战将荡平乱党 除尽尖碎 过大处边境安定 帮我一方子民安康 此意 我大处必胜 五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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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船舱吧 甲板上风浪太大 小心着凉 朕想再看一会儿 我知道你有心事 处下在南海苦心经营多年 可我们也为了这一天 多准备了三四年 是不是 道理我自然懂 可两军对垒 谁都说不准后果是什么 无论如何 要先吃些东西才行啊 否则 老白日 你给我出来 什么声音 四起 回皇上 是司空先生架着船 撞上了咱们侧翼 被侍卫给拦下来了 这回倒是挺自觉啊 司空瑞 皇上 哥 姚二 你怎么也来了 师父骑离去南海了 府里就我一个人 只好去找司空哥了 望西郊一听说要开战 当天夜里就把司空哥 扫地出门了 我就赶紧跟着来了 有饭吗 我俩已经饿了两天了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媳妇 身无分文便把我赶出家门 还说什么 不住储君全身而归 就别回家了 你能娶到弟妹 已经是祖坟冒烟了 还有什么错一把 四喜 吩咐厨房备下酒菜 再收拾出两间屋子来 让司空兄和姚二好好歇息 老农明白 已经拙人去了 二位这边请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还有本王呢 多谢王爷 司空兄的媳妇如此凶悍 深更半夜便将人赶出来 心甘情愿取的没辙 这种事听听便罢了 你可不能学啊 至少司空还是有艘船的 听这架势 我将来是连船都没了 没有 那至少给个篮子吧 私房间还是要藏一藏的 房梁上可以放 想都别想 回船舱 做什么 趁着小景不在 伺候朕用膳 好 那赶紧好 司空哥 这个特别好吃 我哥最爱吃了 玉厨是皇上 专门从王城带来的 知道知道了 不要学恩来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要上别的那个小布包 那找到什么宝贝东西 从王西郊一路带过来 看都不让我看一眼 喝点花 那是什么东西 一种药材 十分稀有 是个人都想要 见面分一半 这位公子 想吃 可是 这蹄房我刚吃了一半了 你要就拿去 算我请你的 我是说贺鼎花 什么 那不行 这么小气作甚 那花三天后就会捏 你也用不完 要不 我拿绿坛和你换 你有绿坛 前日刚磨成粉的 换换换 你要多少 这么多反正我也用不完 我分你一半吧 真的 那就多谢了 不知小公子 孙姓大名 我 我叫段 兄台莫非就是 名满天下的 穷花谷谷主 穷花谷 那这位 就是 你是谁啊 在下 望西郊少主司空锐 受段兄所托 来助储君一臂之力 这位是 在下断遥 西南府 小王爷 怎么会这样 皇上的弟弟 来 喝口热茶 这海上风浪大 要多小心 你什么时候 多了个玉佩啊 这个 拆四喜 去金光寺求赖的 祈福保平安用的 王城里那么多庙宇 何必非要去金光寺 很灵验吗 还成吧 出征之前 曾让他们测过你的生辰八字 结果一庙的和尚都下跪 说是大楚皇后命 那可真灵验 先前在东海大昆城 也有一个胖和尚 说我是大福大贵的命数 还有呢 还让我 小心一片叶子 你怕是判不走小景了 问你啊 若我和叶谷主 掉进河里 你先救谁 自然是小景 你会水 他不会 若我那时 恰好被恶霸 打折了胳膊腿呢 你不会抛下我吧 那也说不准 毕竟大家都不熟嘛 不准跟着学这些 一片叶子而已 未必就是小景 难不成 还是温大人 皇上 王爷 温大人和赵大当家来了 你看 温大人 快传 温大人 这便请 陈温柳年 叩见皇上 见过西南王 爱情不必多礼 这么早过来 有什么事啊 阿月方才替陈抓鱼 不料正巧碰上些怪事 抓鱼 此地盛产红荀 味道鲜美 十分珍贵 故而 敢问大当家 何谓怪事 我出海后 便雾气重重 原以为天气如此 但后来发现 像西行约二十里 雾气越来越重 最后还迷失方向 看上去十分邪门 像是迷魂阵法 迷魂阵 是 这世间阵法 虽说千变万化 破阵之理 却都一样 只想找出阵门 将其捣毁便可 微臣想找出阵门 让阿月去破阵便是 大当家 不需要军队 顶多三人入阵破解 多则生了 那本王也去 也好 那微臣和阿月 先回去绘制阵途 此时可以出发 日出前破阵即可 有劳温爱情了 去吧 小柳子 你当真能破此阵吗 七成能 还有三成 摸不准 我写几张纸给你 若是遇见什么怪事 按次序打开便是 也好 我还能坑你不成 况且 还有西南王一道同行 放心吧 出不了事 这阵法看着越来越邪门 还真像是肥缅国的手柄 这海上可不比陆地 王爷喝口水吧 多谢 这 这是什么 是小柳子泡的老白水 虽说味道怪异 却能提神行脑 有温大人这般关心大当家 真是令人羡慕 多谢 我必客气 这是 王爷觉得 有何问题 接地图一用 咱们按照温大人的图 已经过了七八道水湾 都没什么问题 此处原该畅通无阻才对 可是你看 林行前小柳子 曾给我几个锦囊 说在遇到异常时 可以打开 放炮 这温大人 到底靠不靠谱啊 放炮 出发前才为了江柳子 应当靠谱 放炮 若炮放门了 便自求多福万 但我没说 原来是礁石群 船只进去 不知会发生什么 大当家留在此处吧 我先去看看 王爷 王爷执意独自涉嫌 小柳子 你还有没有靠谱的锦囊了 倘若王爷 要独自去找镇门 务必跟着他 若是鞭炮已经用完 船也不必要了 破针之后 皇上会派人来接你的 大当家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看上去 像是珊瑚江上长出来的 你也有毒 不要当心 西南府的人 还会怕毒 我也是西南长大的 这倒是为了阿温 有船呢 小柳子说 破针之后 皇上会派船只来接我们 又是温大人 在锦囊中说的 看来降肘子真有用 做小柳子的徒没错 这里便是镇门 捞火那片山丘 此陈便会自行破解 那就不会错了 走吧 你我合力 西南府最太难办到 小心 王爷 喝了 多谢 那个谁 就这么去破阵了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 早知道让千锋跟去了 跟去又怎样 多一个人跟着担心罢了 总要有人坐镇 千锋不能去 什么声音 好像是地洞 从海面上船来的 出了何事 回皇上 是王爷在破阵 阵法未破 所以才有这般惊涛骇浪 来人 调拨三千人 随朕一道出海 等一下 还是让千锋去吧 朕亲自去 千锋留守此处 你去看这窑儿 本爱卿也不准下船 一切随机应变 就知道有兔子没好事 等等 我跟你一起 多谢 王爷独自冒险破阵 该谢之人 是我才对 唯 圣图头 唯 什么声音 是本王的幻觉吗 听起来似乎是叶孤主 这边 谁带兵 沈千锋还是叶孤主 是皇上 你 早啊 你怎么样了 小姐 快过来瞧瞧 皮外伤罢了 只是看着神人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来了来了 叶孤主 看病就看病 莫要私人衣裳啊 你 你 没什么大事 就是以后 或许会秃头 这个没办法 只有认了 还有脸像 等你伤好了 朕在捅你算账 小姐 帮西南王包扎一下 包扎是吧 好嘞 叶孤主 真是话头在世啊 若是下水再轻一些 那便是再话头了 我们这点吧 轻点 轻点 看 怎么了 王爷受伤了 若我再将阵法研究透彻些 说不定 便能让大家安然 王爷只是皮外伤 对习武之人来说 不算什么 那也是伤 我觉得 我要内疚一阵子了 我也刚回来 你就不管我了 等将来 我不当丞相了 你想去哪里 多少年以后的事 我还没想过 再说 皇上会舍得放你 别等到七老八十 那时我想带你去哪里 怕都是有心无力咯 不会的 顶多二十年 我便辞官陪你闯江湖去 为何 我也喜欢安安稳稳守着你 现在的日子很好啊 你不懂 一朝天子 一朝臣 走 去厨房 本相请你吃包子 好 疼不疼 疼啊 那就忍着 小月 鼻子 这么凶啊 真生气了啊 你以后别再受伤了 这点算什么伤 当年 羽瑶一道练武 她捅我一道也比这严重 再说 我不过是想帮帮你 尽一份力而已 此番南下 动辄千万将士的性命 其实若是可以 我甚至想过 可以再演一场戏 便楚香上钩 就像上回 真不准你再多涉险境 你是什么样子 在天下人眼中就该是什么样子 江山的安稳 不该建立在你背负的骂名和伤痛之上 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这么多年都如此 是因为我无能 要利用你保护我 替我杀人 替我讨好父皇 替我扫清外敌 这不叫利用 若是你许我好处 让我替你征得天下 这才是利用 好了 以后 不准再乱说了 霍国殃明 你指楚相 还是黑鸭啊 朕是说你 小渊 等南海这仗打完以后 大楚边境便是固若金汤 到那时 你再做两年皇帝 便随我回西南想想清福 好不好 锦娘与孩子怎么样啊 我亲自教那小鬼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我知道 这江山是你的牵挂 我自然会培养出 最合适的人选 错了 哪里错了 这江山 是我的责任 你才是我的牵挂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西南 现在做不了也无妨 记着便是 总有一天 你我能将这所有烦心俗事 都抛在脑后 看全听风 手弹拼命 拼命不需要学 只瞧张开嘴就行了 手弹倒是难了 本王找谁学下棋啊 胡子棋也是棋 总算见你笑了 你要快些养伤 离朝鸭越近 朕越是有预感 若无意外 这两天大军就会正面撞上黑压 这第一战 关系到士气军心至关重要 我们务必得赢 这是自然 有我在 不会让你输的 明日便是首战 此意至关重要 希望国主记住 只可赢 不可输 这是自然 我非免国内 向来只论成败 那便好了 来人 传令下去 明日出海 迎战楚渊 报 亲密皇上 前方二十里海域 有敌军舰队 传令全军 即刻迎战 杀 是黑鸭 看来楚相和刘景格都没来 不 楚相一定来了 朕了解他 不许了解他 换一人也行 比如我 你管朕 你便是楚渊 没想到我这小小肥冕国 却迎来了大楚的天子 皇上御驾亲征 是为了曾经的高王处像 和你这鸡毛胆子 还真没关系 看来 你便是那温秀才 谁要跟你们呈口舌之快 来人 他们在往海里放什么呀 像是丁鱼 还当有什么神兵利器 搞了半天就这玩意儿 不该啊 会不会还有什么幺蛾子 否则这也太蠢了 啊 丁鱼是何物 丁鱼又叫阎罗鱼 牙齿锋利 喜欢在船底钻孔 不过战船又不是渔船 木板都用铁皮护着 也不知道黑鸭是不是傻 你看 这些丁鱼失去了目标 就只知道自相残杀了 海洞红了一片 糟了 对方是想用血腥味 引出什么东西来 拔问船洞 这都是什么贵东西啊 弓箭手 皇上 还是先撤兵吧 这样下去 将是死伤惨重 不是办法 别怕了 这一仗我不会让你输 手伸出来 你想做什么 冒犯了 等我 居然是你 功夫确实不错 胆子也不小 敢直身入敌 可惜命短了些 你怎知短命的 不是你 你 你竟然有血力喊起 你想在哪 你怎知他已经回来 因为 他段子会让一个废物走战带兵 我的手臂啊 你也想被那怪鱼咬一口 楚衫在上面 走 走哪儿 别拽我 皇上 西南王已将黑鸭斩杀 王爷驾船 杀进你一阵了 是楚衫 什么 什么 段白月 来人 带人家西南王给朕接回来 现在就去 西南王为了楚皇 可真是连命也豁出去了 直到死到临头 少说两句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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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好身 当年那北王复合 好是师出同名吧 小废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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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箭 钻白玉 皇上回来 不能去啊 剑锋 去救人 去救他 去救他 沈大哥已经去救了 皇上 皇上 先冷静 沈大哥已经去救他了 钻白玉 沈'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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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